刚开完记者会 苏友鹏就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看他的样子还有些意犹未尽 在此之前的记者会时间很短就结束了 对于这个问题 他还有些不满呢 记者会啊什么情况 还是应该大家台上台下应该有一些互动 我想可能这些环节 如果加进去可能会更好 既然想多交流交流 那么能否透露点演唱会的内容呢 不能先说吧 这还是看了 大家看了就知道吧 没想到苏友鹏对于这个问题还很保密 一副我不说就等你来看的样子 当然了 他和我们的书主播合唱一首歌的消息肯定不会假 对此苏友鹏不否认 还愉快地说起了书高 他在生活里面其实挺 挺随和的 而且挺好相处的 他自己本身 歌唱的底子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我们应该多唱唱歌 另外关于演唱会 之前还有消息说 苏友鹏的演唱会要价并不高 这是为什么呢 将对于桃子这些 他们是可能是第一次来长沙 我想我可能是比较 算是比较常来的 虽然一年才来一次这样子 那第二 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长沙是很有感情的 这样子 因为我想朋友们可能对我也比较熟悉吧 感情深 细水长流 希望今后的苏友鹏 还有更多的时间给长沙歌迷一个惊喜 娱乐无极限刘立辉 长沙报答 梅艳芳 梅艳芳 桃子 阿布 苏友鹏 戴柔 谢雨昕 纪如景 阿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